好 第四个三道小题都有一些技巧 这个不是纯死算的 同学们把视频暂停自己先研究一下 好吧 其实如果死算的话 这三个方程是不是也可以解出来 我估计视频里面有同学就是用死算的方法来解决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第一小题 有没有发现大括号中括号小括号 有一堆特别吓人 那其实本来这种题我们应该干什么呢 我们要么就去分母 要么就去括号是吧 你如果是分配率这样去去括号的话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太大了 不好算是吧 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法叫做倒退法 你有没有发现这都是二分第一 这不都是减三减三减三对吧 好 我们用倒退法来解决 当然前提条件你是不是还得先写这个解字 二分之一乘以这个大括号等于一 你知道这个大括号里边它应该等于几吗 等于二 所以我们上来是不是先去掉了一层 对吧 是二分之一的中括号 二分之一的小括号 二分之一外 减三 然后再减三 然后减三 是不是等于二的 这个东西减三等于二 说明这个东西应该等于几呢 这一堆 等于五 是不是等于五啊 好 来 其实就是二分之一中括号 二分之一小括号 二分之一外 减三 减三 是不是等于五的 来 二分之一乘以一个中括号等于五 说明中括号里边的应该等于几呢 等于十 对吧 是不是又再倒退 那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个地方又可以得到一个 二分之一乘以括号 二分之一外 减三 减三等于十了 对吧 这个东西减三等于十 它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十三 其实这个题就一直在干什么呀 是不是乘二加三 乘二加三 是不是一直在干这么一件事 那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二分之一括号 二分之一外 减三 它是不是应该是等于十三的 继续 那么下面开始乘二了吧 可以得到一个二分之一外 减三 等于一个 二十六 二十六 说明二分之一外等于 嗯 二十九 二十九 下边的可能有同学都看不见了啊 我直接写到这边来吧 最后 二分之一外等于二十九 所以 外等于多少呢 嗯 外等于五十八 二十不等于五十八 你是不是再扩大一个二呗 对吧 嗯 好 这个呢 是用倒退法来解决的 我们从外边往里边算 你就不要从里往外算了啊 从里往外算 这个分母太大了 不好做 而且后边这个 长数项也不好处理 所以我们从外往里倒退一遍 这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 有没有发现 长得又不太一样了呢 嗯 对于这种 我们其实首选的应该是干什么呀 去分母吧 去分母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分母跟我们之前建的分母不一样呢 嗯 大家知道不一样在哪吗 嗯 这分母都是什么数 小数 分母都是小数啊 分母都是小数 那我想跟同学们说明一点的是 是这样 你这个题虽然跟我们长得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把它变成什么呢 一样的 在那个小生图衔接课程里边 我也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关于那个水龙头的故事 是吧 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听过了啊 听过了 呃 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的经典立题 我们在碰到长得很像的题目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就把它变成那个题 你不要去创造新方法了 我们怎么才能把它变成我们刚才见过题呢 你就是要把这些小数变成什么数 嗯 整数 那你变成整数什么想法 嗯 扩大 诶 扩大倍数是吧 嗯 那是分子分母同时扩大多少倍呢 嗯 一百倍 那是不是扩大一百倍啊 第一个分子分母扩大一百倍 那就变成了一个二分之什么呢 1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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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20 20 是吧 嗯 好 第一个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的分子分母就得扩大多少倍呢 10倍 扩大十倍 有人说不对啊 你这个第一个扩大一百倍 第二个扩大十倍 怎么扩大的不一样呢 来注意啊 我们说的是分子分母扩大多少倍 这个东西是不是分数的值不变 对 我不是左右两边扩大多少倍啊 不是左右两边扩大倍 只是分子分母同时扩大多少倍 所以这个扩大个十倍没有问题 应该是五分之什么呢 10x加10 10x加10 是吧 嗯 好 然后呢 它等于多少 等于三 对 还是等于三的 我刚刚说过 这种东西 大家要注意啊 它 呃 没有必要 没有 不是左右两边扩大多少倍 而是分子分母扩大多少倍啊 这个东西下边开始你有什么想法呢 嗯 区分母 区分母 所以两边再扩大个十倍 嗯 不好 你不觉得10x 20都是二的倍数吗 嗯 10x10都是五的倍数 能看出来吗 能 那不如我直接把它怎么办 嗯 拆了吧 对 其实就可以直接做一个除法 那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个二分之十x 也就是多少x呢 5x 5x 减去一个 10 10 来 减去 注意这是减法 嗯 你拆的时候要注意干什么呀 变符号 那这是减几x 减2x 然后 减2 减2等于三 对吧 嗯 我又不是左右两边扩大倍数的 所以这是不是还是三啊 嗯 来下一个5x减2x 合并同类下 嗯 3x 对 3x 减10减2就是 减12 减12 干脆挪过来 减12是不是就是这边加12 嗯 等于多少 嗯 15 15 导致x等于几呢 x等于5 这样是不是就解完了 对吧 好 那么这是一种新的类型 它分母里边出现了什么呢 嗯 小数 小数 分子里边是不是也有小数 对吧 嗯 所以导致我们把分子分母同时扩大一个倍数以后 它是不是就都变成整的了 那就变成我们之前那种题了 是吧 嗯 你去分母也可以 像我这样来操作一下 也可以 是吧 也可以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小题 下面看一下第三小题 人家说啊老师我认识这个题 我们刚刚见过 有没有发现分母又是小数 嗯 他说 我们就要分子分母扩大1000倍 大家感觉好不好呢 嗯 都好 你扩大个1000倍这个数字也太大了 你想想这个玩意就变成什么了 嗯 24分之7000x-1000 是吧 24分之7000x-1000 这几个是不是都非常大 嗯 扩大1000倍太大了 也不太好 这样做是可以做出来的啊 可以做出来的 剩下来的呢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办法 来进行操作 好吧 嗯 但是我不讲这个解法了 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你有没有发现 我刚才那道题是分子分母里边都有小数 嗯 所以你分子分母头扩大倍数的时候 是不是把它们都变整的了 嗯 但是在这个题里边有没有发现 除了这个以外 这俩分子这一部分都是什么数呢 嗯 等数 等数只有分母是小数 是吧 嗯 那我们要想一个办法 只把分母扩大 而不把分子扩大 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办法 那肯定不是分子分母同时乘以了吧 嗯 那只能是左右两边同时乘以 来我们左右两边同时乘以一个 1000分之一啊 左右两边同时乘以一个1000分之一 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我左边0.024分之7x-1 它如果成了个1000分之一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分子变没变 嗯 没变 但是分母扩大了多少倍呢 1000倍 哦 那其实就变成24分之 gx-1 对吧 这样是不是也能达到 让我们的这个分母变成整数 那结果分子还没变 是吧 嗯 数就不用那么大了 我当然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因为这个玩太长 所以我们呢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首先第一个扩大了1000分之一倍 是不是应该就是24分之7x-1了 对吧 嗯 这个是左右两边扩大1000分之一倍 那这边是不是也扩大了1000分之一倍 对 那每个分母是不是都扩大了1000倍 嗯 应该是 18分之1-0.2x-1 你去一个12分之5x-1 是吧 嗯 好 然后说这个方程我就会解了 我们开始区分母啊 找一下24 18和12的最小功倍数 72是吧 嗯 按嘴两边再扩大一个72倍 大家感觉这样好吗 嗯 其实可以 计算量并不是很大 但不是最佳答案 那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技巧 你不觉得24还有18还有12 这三个数有点关系吗 嗯 都是几的倍数 都是6的倍数 都是6的倍数 嗯 而如果互质的话 我毫不犹豫的就直接扩大倍数 那么现在他们之间不互质 他们有一个6 这样的一个约数的话 我可以在左右两边再扩大一个6倍 你想想我在这边如果扩大一个6倍 有没有发现6和24约完了以后 它只剩个什么了呢 嗯 4 哦你其实是变成了一个4分之7x-1 是吧 嗯 好这个我先擦掉啊 那你也明白了 这两个是不是都得扩大6倍 对 它应该等于一个几分之呢 3分之1减0.2x减去一个2分之5x加1 哎 没法分不小多了 嗯 那就不用扩大多少倍了 嗯 712倍 不用扩大72倍了 它只用扩大多少倍呢 12倍 扩大12倍 这个12倍是不是比较好算 嗯 但其实本质上扩大72倍和扩大12倍 得出来的方程是一样的 只是这样234这三个数 找最小红杯数比较简单 你找这三个最小红杯数 不是每个同学一眼就能找出来的 好吧 扩大12倍 那这应该是个几倍的Tx减减 嗯 三倍 三倍的Tx减1等于一个 四倍的 四倍的1减0.2x 然后减去一个 嗯 六倍的5x加1 5x加1 好 下面呢开始去括号对吧 嗯 这是多少x减多少 21x减3 21x减3等于一个4减0.8x对吧 嗯 减去一个56 30x减6 对吧 嗯 好 来 我们一项并且合并同类项 先把这个减30x移过去 那是不是加30x了 嗯 多少x呢 51x 51x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减0.8x移过去多少 51.8x 51x还得加0.8x 51.8x是吧 嗯 51.8x等于 来 数字这一部分 来 数字这一部分 这是不是有一个减3移过来什么呢 嗯 加3 加3 4加3等于 7 7还得减6等于 等于1 1是吧 嗯 这个又有点麻烦了 是不是1除以51.8啊 嗯 来我们看一下x等于多少啊 我能不能写成51.8x呢 嗯 不能 明显这个不符合要求 对吧 嗯 其实这是个法文分数 它没有划减的 我们应该得出一个具体的值 人家说那还简单 51.8x我们可以分子分母扩大10倍 有必要吗 嗯 51.8分之1 你扩大10倍变成518分之10 不如直接扩大5倍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嗯 扩大5倍 51.8 扩大5倍 当然这个就需要你计算能力特别强了 嗯 你能口算这个 如果实在不行 那你是不是还得变成什么呀 10倍的 变成10倍的 是不是518分之什么呀 嗯 只是在这儿呢 会多出一步 是不是还得再约个分呢 对 可以约掉一个2 对吧 嗯 那518除以2等于 259吧 259分之5 是吧 嗯 259分之5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答案 来我们讲了三个比较有技巧性的解方程的办法 三个比较有技巧性的 第一个倒推法从外往里做 第二个分子分母扩大倍数变成整数 第三个左右两边扩大1000分之1倍 是吧 你以前可能碰到都是扩大1000倍的 现在扩大1000分之1倍 是不是达到了 把分母扩大倍数 但分子不变的目的 对吧 好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技巧性的 这种解方程 那么其实暑假 我们涉及到这个呢 还比较少 到了秋季的时候 我们会讲非常多的这种 需要有一定的技巧 才会比较好算的这种一元一字封城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先说到这里啊 大家到秋季班的时候 然后再听我讲 好吧 那这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